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培计计划其实我们的初衷很简单 就是我们就是通过绘画跟写作两种模式 那我们希望的是一种是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发掘有潜力的孩子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是搭建一个舞台 可以他肯定的时候给他一个鼓励 其实是会帮助他去改变他的生命 他对待他眼前生活他会完全变得完全会改变 安德烈慈善基金会透过提供适时是需的资源 来帮助台湾的弱势家庭 未来他们也还是会继续举办学艺竞赛或赢队 协助正在成长的小孩子们 位在新北市三峡的李梅树纪念馆 收藏了许多李梅树不同时期的画作 透过他的作品以及所修建的三峡祖师庙 可以感受到一代大师爱乡爱徒的深刻情感 简单的门面及白色的留砖墙 这是三峡祖师庙旁古早街的景象 来到李梅树纪念馆近距离欣赏大师写实的画作 能从中感受三峡一带的历史记忆 深入李梅树对家乡人事务的深刻关怀 画作它分成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早期的 叫做饮用阶段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画作 都有西洋的名家的阴影在它的身上 然后中期的时候回来台湾的时候 有参与公共事务 所画出来的人物就有点土土的味道 然后晚年的时候因为受到柯达底片照相机的影响 色彩很鲜艳 所以叫回归到自然 所以就比较亮丽的感觉出来 李梅树的艺生及美术家 画家 教授与艺员多重身份 在生前也一手主导与打造三峡祖师庙的重建计划 祖师庙当是一个很重要的李梅树的最大的作品之一 当然主要是要利用祖师庙 那也可以找一些不认识的人来参观李梅树经历馆 李梅树在台湾近代绘画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爱乡爱土也爱人 常常将儿女媳妇入化 也将自己对故乡三下的爱展现在画座里 传达她一生坚持的理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